看到鏡頭拍攝 下意識閃躲迴避 住家樹木干擾到鄰居 里長出面想幫忙解決 但是 好 你只要圍牆以外 我從法就這樣 好不好 不好 一定好不好 我來處理嗎 你都願意授權給我 我來處理嗎 沒有 不用 不用 真的不用 不管里長怎麼說 網紅霸主王熙明 就是固執不聽勸 如同他當年 從論壇巴哈姆特串喉 就是因為他很嗆 很做自己 甚至不顧社會觀感 沒想到偏激的言論 卻也新來以大票鄉民 緊緊follow霸主的一舉一動 今天來到這個 小翠兒的這個臨場前面 不僅住家成為打卡景點 2021年霸主愛犬過世 還有鄉民組團前往哀悼 霸主公開PO文 要求祭拜者必須攜帶香煙 遭到桃園衛生局盯上 依違反煙害防治法 裁罰一萬元 在2017年時 說自己拱中毒 全身多重器官衰竭 霸主在人氣最旺時 在臉書成立社團 取名霸社 多為譏諷嘲笑他人的文章 但後期霸主的社團 管理權被奪權 成員另創社團 躲在鍵盤後 更加肆意謾罵 上傳投牌影像 成為網路霸凌場 以及情色影片交易戰 那那邊講我的小孩 長得像菲律賓人啊 網紅蕾拉的女兒 也是其中一名受害者 被霸射成員嘲諷膚色 氣得蕾拉在粉專反擊護女 除非網友的發言 已經涉及個人 或是他人的公眾安全了 那這部分才有可能 屬於被告犯之罪 霸射社團成立至今 板上內容 黃牆走板 各種人身攻擊的霸凌言論 不少受害網友陸續提告 罷射成員 也因此在法律上受到懲罰 三天新聞 陳映祥 雙雲 台北創報道